给大家说为什么今天讲这个极长球 极长球是普遍业余球我们都接不好的 都回来反手底线极拳极下拳极上拳这怎么接啊 既然打不过我们就加入 对不对兄弟们既然接不好我们先发好 你一旦会发这个球呢你接这个球就简单了 我先给大家稍微发两个 大家可以看到我发球是以转不转为主 但是我平时也会发勾手 我平时也会 不用因为我发长的 因为我平时也是发勾手 你看我平时也是发这个勾手 但是我正常长的 这是下选 这是下选兄弟们 不是上选 这球是下选 这球是下选 对 搓出来 对这是我绝招 真的是我绝招 这是你正手这么推一个 你试一下 你就正手攻就行 sorry 你就站那紧张了 对手太强大了 对手太强大了是吧 你看了没有 多转了没有 他就正常攻 就是你正常攻的时候 才是下 这个球我告诉你们 太过人用了 然后再配上这个 就上选 这是太拱了 对 但你拱的我上来 就是这方攻 这是转的 不大好判断 真不大好判断 因为太快了 兄弟们 哎 这拳呢 真的是 方国前几个接 他认真接都没接上 所以兄弟们 我给大家说一次 这个急旋转 大家能看出来吗 怎么发的 别着急 没有 交绝招了 绝招了 所以我今天 教一下大家好吧 今天必须认认真真 教一下大家好吧 首先啊 我们现在发这个球的时候啊 第一 我们这个抛球啊 抛球不用太高 太高的话 不太好找这个点 抛大概20公分左右就行 啊 先抛起来以后 身体啊 记住这一点啊 身体往下 斜下方压出去的感觉 你看身体往斜下方压出去的感觉 我手没用劲呢 我手用劲 大家听到 首先抛球不要抛太高 因为抛太高 第一 我们点不太好掌握 借力和合力点不太好掌握 第二 就是 容易抛歪 就是比如抛那抛这都不好 所以20公分左右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身体 一定记住 身体不能站直 你站直这么发是肯定不行的 你也不能一直是弯的 这样 这也没法发 所以有一个稍微有一个上下起伏 起伏在哪 是由后往斜下方 由后往斜下方走的感觉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拿板了 第三个我们拿板一定是有偏勾手的感觉 昨天那个房老师教大家勾手 大家应该都知道 就是以勾手的这个 这个拿板板型感觉就行 发这个球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是什么 有一点特别放松加瞬间发力的感觉 就是什么感觉呢 甩鞭子 就这种感觉 它才会快 就是快速击打这个球 它球才会快 你一定要记住这个原理 是这种感觉 你看 这种感觉一定 是这种感觉 是这种感觉 千万不能 全是匀速 大家记住 发这个球也是 你看 一定是 是这种感觉 刷安边内有一个制动 对 我这是甩的比较过 那就正常的情况下 就那么一点 啪 就这一点 看了 就这一点 就是 啪 行 是放松发力 所以我给大家说的意思就是 第一我们抛球 第二身体 第三我们一定要有这种 放松发力的明显感觉 一定记住是明显感觉 千万不能是 很多我见他们 咱们发球的人 要不是这样 也快 但是发不上力 没有旋转 而且特别硬 容易发 发砸出去 然后要不要人太松 是这种感觉 击一下悬球 太好用了 球友们点赞收藏 练起来吧 咱们